核四是不是停建?企业界尤其关切 工总理事长许盛雄和台博董事长林伯峰今天都强调 核四对产业界很重要 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虽然挡下在一党提出的核四停建案 不过核四停建与否仍然是相当重大的争议话题 企业界也相当关注 工总理事长许盛雄认为核四若是无法商转 在其他核电厂相继出益之后 台湾的电费将上涨适成 不论是产业还是民生都会受到相当大冲击 如果核一核二核三 那么也都停止运作 核四也不兴建 台湾的这个核 就是我们的电费应该增加百分之40以上 大概跑不掉 被载容量大概只能剩下大概7.8左右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台湾当然会面临限电上面 我想这是前面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台坡集团董事长林伯峰则认为 核四完工运转 用来取代其他厨艺的核能电厂 是相当合理的规划 到底政府的核能政策跟产业政策 它是什么方向 核能占我们全数 全电量的百分比是多少 这些数字要讲清楚 做一个政策 刚刚杜次长也讲了 目前是18% 但核四是占6% 那核一核二核三 如果都停掉只有6% 如果是政府这个政策 我是很认同的 不论核四是否停建 都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也难怪企业大佬们纷纷表态 就看政府如何决策 经济日报 萧柏青 台北报导